每个人的出生是上天注定的,也就是说自己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。 但是不得不说,一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,如何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,可以说是光顾着孩子的一生。 大家对于杨子这位明星应该非常熟悉,他是一位很出名的童星,在他小的时候,就出演了《家有儿女》中的《下雪》这个角色,可以说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回忆。 杨子在1992年11月6日,出生于北京市,地际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七百科班,也是中国内地的影视女演员。 他的演员之路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,在他大学毕业之后,就在全力地拍戏,同时也在逐渐地打磨自己的演技,也饰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,圈粉无数。 在他越来越红的时候,很多人也对他的家庭背景充满了兴趣。 听说杨子的爸爸是一位消防员,这个职业可以说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职业了,也是令人敬佩的职业。 而杨子的妈妈则是一位配音演员,叫做毛海贱,给娱乐圈中的很多女明星都配过音,例如刘涛,还有刘亦菲等等。 不得不说杨子能有今天这个成就,实实在在地离不开她的母亲,当然更离不开她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。 如今,杨子虽然年龄还不是很大,但却已经成为了一名执打时的老戏骨。 家庭背景对于孩子影响是很大的,但是说到如今,很多家庭中的父母都是忙于工作,而这些不如父母在无形之中,就会将职场上的性格带到家里。 其实父母在职场上的性格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,但是可能很多父母都没有注意过,今天就来讨论一下。 一职场性格分类职场上的性格,大致可以分类为以下五种,第一种是强势严肃做事雷利风行的性格,第二种的性格,是解释物时成为冷静。 第三种就是善于分析,精于研究,比较却近于技术型。 第四种,就是那种随大流,无为而至的性格。 第五种,也就是最后一种性格就是忙忙碌碌为挣钱愿意付出一切。 二不同职场性格的父母对孩子带来的影响,如果孩子的父母是第一种性格的话, 这类父母一般业务能力比较强,但同样的对于孩子的教育,也会隐形中带有这种性格,不允许孩子对自己有丝毫的反驳,在家庭中不允许孩子说出自己不喜欢的话。 如果父母是第二种性格的话,这类性格的父母对待孩子的成,比较偏于正统话,父母对于孩子比较有耐心,但是孩子的思雷,也容易被限制住。 第三类性格的父母,这类父母培养的孩子,通常善于思考问其,勤于动手,但是,性格也会比较执着,所以,父母也要注意,不要让孩子的执着,变成钻牛角尖。 如果是第四种性格的父母,